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港卫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说一下 这两大美国的友邦 其实两个国家 现在亦都比较 没那么黏美国 拜登也很难顺服他们 现在他们表面上当然不会跟 美国施破裂 但是有些东西 就洋奉阴违 有些 就是做了 但美国亦都不敢用力 对他们怎样 因为始终现在的能源 都是紧张的 第一个国家 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他们的统治者 就是 扎耶德 是美国的众议盟友 他 当然 以前的确确是靠 美国来保护他们的国家 但是过去一年 纽约时报就说 哇 你们好过分啊 什么事啊 原来 就说 他们已经走向中俄了 今年6月 阿联酋作为主宾 出席了 俄罗斯领导人的旗舰投资论坛 当然了 其实今年他已经去了两次俄罗斯 阿联酋的领导 还有 之前阿联酋 亦都从中国海军 就是计划首次联合的演习 这个对于一个长期依赖美国战斗机和军备 还有保护的海湾石油带国来说 很明显有个转变的 记得其实阿联酋也退出了一个计划 和美国 在美国的计划也退出了 这些不断加深的关系也表明了 这位曾经被美国政府视为重要伙伴的中东领导人 这件事 这样都是罪? 这个纽约时报说现在越来越多 是走自己的路 有什么问题 走自己的路 难道你以为个个都是民主进步党 什么都跟着你 现在是多极化的时代 说真的 这个日韩其实都是美国盟友 尹石月最近跟得很厉害 其实你会发现日本都不是什么都说是对的 他起码假扮事 他都会扮作 你不可以这样说 是你要求我 记得有次拜登说 我要求日本增加军费 所以他增加了 结果后来拜登也是说他不好意思 因为每个地方 都要被人看到 我不是跟着人家走的 我有自己套的 我不是人家库庸 我不是人家扯线公仔 但是 这个台湾是倒钩的 我跟美国很好的 坚鱼盆石 当然你说是不是坚鱼盆石 我不敢说 因为 其实台湾的作用 就是作为第一岛链 亦都被称为 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船 现在 这个 亚伦友 当然 他就是跟中国有首次的联合演习 现在 美国官员 就想着说服 亚伦友的领导人 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但是 西媒都觉得 收效甚美 尤其是在限制和中国的军事关系 以及 为什么 继续 还是大量接收 俄罗斯的有钱人 这是个废话 有钱谁不赚啊老板 对呀 现在亚伦友真的吸了很多俄罗斯富豪 这个纽约时报 亚伦友很明显 就不肯孤立俄罗斯 其实你回想 为什么很多国家不孤立俄罗斯 是弄于你的孤立俄罗斯 对吗 反过来 他们就说 亚伦友 说得好像很反骨 就因为 俄罗斯资金石油黄金的流入 而 蓬勃发展 这不是好事吗 我就不明白有什么好谦责 不 就说 他们的大都会是杜拜闪闪发光的 说了很多钱进去 助长了房地产的热潮 我相信 他们的领导人 这个借客 蒙克默德 其实应该就是 开心的 很想看到的 其实正常国家都很想看到 对吗 那么 亚伦友和美国的对手 以及印度 等等 指引到 都是不断 跟俄罗斯的关系 好像挺好 是的 这个纽约时报也说 现在 迎来了一个 将会迎来一个有朝一日 不再由美国主宰的世界 这样不是一个好事 现在说明了 你也知道 他做的事就是为了主宰世界 不要说这么正义 不迎来一个有朝一日 不再由美国主宰世界 所以你就要搞这个中国 另外 借客 蒙克默德 即他们的领导人 的外交顾问 加以加拾 亦都 没多久之前接受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事情家发生着 在去年一次阿拉伯与演讲当中 他更加 老实 他直言不畏 说西方霸权 已经步入尾声 在过去几十年 其实 亚联友的领导人 越来越对美国的中东 长期承诺 感到担忧 中东仍然是注册着 几万名的美国军事人员 但是他们担心 美国对于这个地区的兴趣下降 不用担心 事实上是 他也说过是将印太 作为他们的一个 更加是主要的地方 你应该多L字台湾 是吧 以及 随之而来的这个军事防御能力下降 并且认为 华盛顿 在压制伊朗方面 是做得不够 结果 不用压制了 因为 你们大佬沙地阿拉伯 已经是跟伊朗谈得错了 证明了谈不更好 你又不用 担惊受怕 这个 这是很大的突破 华盛顿方面也被吓了 亦都令到美国很不舒服 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寻求美国的保护 肯定是的 他不会一下过不需要你的 当然 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 国防部 助理部长 他亦都是 说一样的就是 我们的确 跟这些盟友迎来了 一个艰难时 是你觉得的 那些盟友有没有觉得的 他亦都说美国在这个地区仍然存在 但是需要我们伙伴站出来 出更加多力 这种转变 你说站出来 是不是你不愿意出那么多力 那他 会不会 还像以前那样 黏着你 其实亚联邮 是波斯湾一个由七个油长国 组成的联邦 面积 与南卡罗罗纳州 大致相同 虽然很小 但是 亦都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钱国家之一 亚联邮 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之一 它的主权 财富基金 控制着 一万五千亿 是万 你记住 不是一千八 一万五千亿美金的资产 超过了刚刚 亚马逊的市值 当然 又看到那些东西了 又看到那些东西了 统治者 想着 是试探和美国关系的 边界 他们 依靠的是 通过财富建立起来的巨大国际影响力 废话 这个世界都是有钱的 都是大声点 是残酷大现实 难道 都可以这样说 通过贫困都可以 国际影响力很大 可能 是一些负的影响力 负面的影响力 当然我不是说贫困国家是不对的 因为 你要知道 这些国家都是很需要人帮的 但是你需要人帮的时候 是不是 会少了一些负责呢 肯定 当然他也说 现在 亚联邮也都想 借鉴他的好兄弟沙地阿伯 想着将经济多元化 撑你呀 你们都经济多元化啦 为什么人家做就不行 你做就会说到这么正义呢 就说要减少对石油依赖并且 扩大在海外影响力 包括 是通过体育 那么其实呢 亚联邮比 邻国更加采取行动 是追求更独立的外交政策的 以更加强硬的方式 是跟 这些呢 叫 西方国家打架 是呀 其实现在这些海湾国家真是不理你 你有理的时候就和你合作 没有理就走开 或者这样走开就说得夸张了 你说这么多废话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大家一起有 当然亚联邮游 曾经 直直无名 在20世纪70年代合并之前 其实组成亚联邮的各地区 一直是英国的 受保护领地 人口只有几十万 但是现在你知道 这些海湾国家 他们的国家 不是太多 罗工是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都觉得 有些地方你真的不得不请罗工 你难道叫油长自己去 去拆桌吗 当然啦 他们就出钱 其实这个 国家 夹在 伊朗和沙地 两大强伦之间 当然 以前的人说他们可能会被其中一个国家吞并 其实没有 他们是聪明的 说真的 当然 杜拜当然是世界的一个最繁忙机场之一 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厦 亦都有一家业务 是远及中东以外的 一个 港务公司 亦亦亦去年 立了不少俄罗斯的投资 正常因为 你们这么歧视俄罗斯人 他们一定要 去风险化 对西方 没错 其实 跟过去几十年 不同了 就是亚联邮 现在捉住了机会 巩固了本国作为一个成功的 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其实 俄罗斯寡头和印度大亨 在亚联邮都打成一片 亚联邮 政府的部长 当然也是自家人 他也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杜拜 知道我们重要性 十年前 这个 阿拉伯之春 当然 其实这个阿拉伯之春 是没有成功的 因为他说 变得更加好 其实不是 更加麻烦 地区 推翻了所谓的 极权人物 如此同时 奥巴马就宣布 把重心转到亚洲 他自己说的 是美国自己说的 把他转到印太 你怎么可以怪人家 为什么你现在跟中国关系这么好 因为 把实力转到其他地方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还可以赖人家 是不是 原来 杜拜一家公关公司最近做了一项调查 就是问 这个阿拉伯裔的年轻人 你们觉得哪个国家影响力最大 答案三分之一的人仍然觉得美国 但是第二 在阿拉伯世界当中 原来 第二的不是中国或者俄罗斯 就是阿联友 其实 当地学者和商界人们认为 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的软实力 是逐渐衰落 是显然易见的 当然 现在这个国家走向中国 另一个国家 就是 地区的大佬 沙地亚伯 原来沙地亚伯 就是令拜登的努力 陷入一个 死循环 什么事呢 因为拜登 他也很想 在大选之前 推动 这个 以沙关系正常化 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家局 但是 沙地亚伯 就是阿联友的轮角 也是地区的大佬 令拜登相当难搞 拜登其实也是穿梭了几次 希望 以色列和沙地亚伯 关系正常化 重塑 地缘政治格局 并且 其实也有点成效 但是 现在 沙地亚伯给拜登的难题 基本上觉得很难 是什么呢 就是巴勒斯坦 以色列怎么会让 对吧 拜登其实7月底的时候 有好关系 现在正在恢复 但是他是淡化了 这个 叫做 沙地亚伯的条件 条件很复杂 现在 沙地亚伯 会不会跟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 可能会 亦有点希望 如果 沙地搞定了 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都会效仿 作为交换条件 利瓦德将获得美国更加防 更加多防务支持和民用 核的援助 不过 沙地开了条件 以色列 必须在 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这件事以色列永远都不会让 如果他让 他的 领导人就必定下台 拜登 拜登说 不如大家谈一谈 不行 谈了巴勒斯坦 你讨论巴勒斯坦我就不跟你谈 那又是走进了四循环 巴勒斯坦那边 现在算是 有些意愿 但是 你知道每天巴勒斯坦也有人离世 是 这个我觉得很难 这个是百年人缘 你要知道沙地拉伯 是伊斯坦世界守护者 他也不敢 说我让给你巴勒斯坦 这个他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样就等于拆了 这个百年招牌 这个是拆了他的招牌 但是 你叫以色列永也拆了他的招牌 其实呢 近期中东的局势是否有点好转 因为 以沙就是搞定了关系 这些使馆已经在用 以沙的难题没那么厉害 没错 以巴就真的 不错 对于拜登来说 现在他就希望 沙特拉伯可以做个顺水人情 但是上次你也希望他 石油增产结果去减产 他就希望 沙特拉伯做个顺水人情 令到 以沙 沙特拉伯可以和 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 争取在2024年年任之际 就可以说这些就是我外交成果了 多厉害 但是 这个沙特拉伯 又好像不多 李拜登 我们看回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 伦国之间 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 似乎 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很难做到 亦 好似 加特拉伯特 卡特总统 滑船 埃及和以色列 签署了大卫 协议 还有 克林顿 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签署 奥斯陆协议 亦 带来了 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 后来 都定名了 这个协议 是没有解决到抗日持久的 尾巴 到今时今刻 每一天 巴勒斯坦都有一些消息出来 当然有时就是有人伤 有时就是有人离世 另外是川普 川普 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和巴林签署 阿伯拉罕协议 甚至经常被他的批评者 说他 吹到这个协议好像很大 但是 到今时今刻为止 拜登一直 都不愿意在中东投入 有太多的政治资本 因为他要看着印太 现在还有 我战争要看着欧洲 其实他又是一个困局 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 有时候 拜登大佬有时候 他都被台湾夹着 亦都被一些 欧盟东翼的国家夹着 因为那些人声大 如果他真的有法力 都可以叫他收声 但是暂时未有 我们再看一件事 就是这些协议 其实 之前签的 很多 双方都有违反 以及 你不愿意投入政治资本 这些协议的障碍亦都很大 现在 拜登 就是 希望 可以 做出来一个局势 就是更加全面更有凝聚力 和更加和平的中东 但是 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 拜登就希望 其实 就希望 现在将 时间 金钱和精力放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长期来看 他当然是用来对抗中国 短期来说就是对抗俄罗斯 美国 很难 在沙地亚伯的要求 进行讨价还价 而且 你知道以色列 在美国国会的实力是很强的 是 而且需要得到 这些人士在国会的批评 因为很多 你知道共和党是很支持以色列的 其实 共和两党都很支持 共和民主两党都是 很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共和党更加是 以色列 更加 不可能 向巴勒斯坦人 做出让步 其实 现在大选临近 三方就认为 剩下6到9个月的时间 去谈这个 这样的协议 但是 一些东西 一些 叫做 不好的东西 已经存在了一段 很长很长时间 沙地亚伯 一直都说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要求 就是巴勒斯坦 这个建国将会 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即是它有前置条件 走至2002年 阿拉伯和平 倡议当中提出 如果以色列撤出 他们 所取得的阿拉伯土地 将会承认以色列 你知道这些中东国家是没有承认以色列的吗 我知道 是不承认的 是不是你们国家都没有 我们国家都没有 而且我们国家的护照是 是不能去以色列的 因为我记得整个穆斯坦世界 他们觉得 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正式国家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本来是属于他们的 领土 另外 这个沙地阿拉伯的外交大臣 本法尔汉 这位亲王 这个皇室自己有 也重新这个立场 他就说我知道我们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是对地区有利的但是 美国就想 这个是以沙正常化 但是 沙地阿拉伯 不行 巴勒斯坦的问题 一步都不能 但是以色列 都说巴勒斯坦问题 一步都不能 没得谈 最后也是没得谈 真心说我觉得是没得谈 但是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和国务卿布林肯 六月去了沙地 有少少进展 一些美国官员也说 在和沙地阿拉伯的皇室 王康密德 本实立马会谈当中 布林肯就说美国对沙地阿拉伯 和安全要求是持开放态度 布林肯 结束会议之后 就和以色列的 总理 但是 纳塔尼亚湖 现在纳塔尼亚湖 一副都是 你都很难搞 纳塔尼亚湖 究竟能不能做呢 一二 你之后他又要司法改革 整个国家就搞得很大 其实一些以色列官员就猜测 美国加强和利尼亚德的接触 可能 是对中国今年三月 成功 是促进 这个 沙地拉伯和伊朗的 这个协议的回应 你要做到我都做到 不然我不是很没面子 我觉得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 巴勒斯坦这件事 很难 因为这个是 你要知道这个国家是 沙地拉伯 他是伊斯兰世界的 守护者 那么 如果 他 帮 巴勒斯坦争取不了一些 他的 信教的人 都会对他很大压力 你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死循环 你说能不能够 但是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两个国家 基本上都不肯让 巴勒斯坦问题 你要回想 你想想为什么 以色列会一任的 总理都要这么强势 因为他就是要这样的 你不是强势的话 你控制不了那个国家 强势的就被人拉低了 而且你不强势的话 各式各样的极端人 就会被人拉低了 没错了 真的 中东很多地方是这样的 这是他特殊的 地区的文化 你终于这样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 多谢各位 再见 今天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